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巨星云集的犯罪片《局内人》 2005年12月8日上午 曼哈顿银行32分行和往常一样业务繁忙 劫匪欧文扮成油漆控的样子进入银行大厅 用红外灯破坏了监控摄像头后 另外三名同伙锁住银行大门 然后拿出枪迅速控制住了银行内所有人 劫匪扔出了烟雾弹 引起了一名巡警的注意 巡警透过大门向银行内张望时 欧文突然出现用枪指着巡警发出警告 如果警察敢靠近银行大门 他就杀了人质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封锁了整条大街 人质谈判专家弗雷泽也来到了现场 银行内 劫匪要求银行职员和顾客分开站 并让所有人交出手机和钥匙 一位银行职员声称手机忘在了家里 欧文显然不相信 他从男子同事手机中找到男子的号码拨过去 果然 连声在办公室里响了起来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男子不可避免地挨了一顿狠揍 其他人质见状心生恐惧 都乖乖顺从听话 接着 劫匪让所有人质换上统一的工作服戴上面罩 然后将几十名人质分别关在了不同的房间里 这时 一位大爷感到胸口痛痛的厉害 他艰难地说着自己有心脏病 劫匪也挺通人情将他放了出去 警方从大爷口中了解到 劫匪有四个人 都是扮成油漆工进入银行的 劫匪还让大爷转告警方 如果敢靠近银行大门 他们就会丢出人质尸体 警方不敢轻举妄动 派出狙击手守在窗口 同时检查下水道出口 以防劫匪逃脱 而弗雷泽并不急于联系劫匪 他想看看劫匪下一步做什么 再指定应对之策 银行董事长得知32分行被劫 顿时惶恐不安 他随即雇佣当地有名的政治前客朱迪 让朱迪去和劫匪做一笔交易 原因是 这间分行了一个保险箱里 存放着董事长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果秘密曝光 他让市长下指令 让他参与银行结案的行动 市长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有把柄攥在朱迪手中 暗骂一声壁吃后 不得不答应帮忙 这边 弗雷泽打去银行 劫匪却不接电话 警方调取银行的监控发现 一名劫匪用红外线灯 破坏摄像头后 两分钟才动手 这两分钟时间里 根本不知道有谁进出贵银行 再加上监控看不清这名劫匪的脸 给警方的排查工作 带来了很大困难 这时 劫匪又送出了一名人质 人质身上挂着一个手提箱 劫匪在箱子里写了条件 他们需要两辆巴士和一架客机 时间是晚上9点 每超过一小时 就在镜头前杀一名人质 同时声称 他们在银行放置了塑胶炸弹 如果有必要 他们就会引爆 劫匪的条件 警方是不可能答应的 但劫匪又不肯谈判 只能慢慢等 随后 劫匪又挟持着人质 送出了一张字条 要求警方准备50个人的食物 弗雷则觉得机会来了 他让人在10个披萨盒上 都装上了窃听器 然后又借着劫匪开门拿食物的机会 上前跟劫匪进行沟通 但隐藏在面罩和墨镜下的劫匪 始终一言不发 好在窃听器起了作用 警方听到了劫匪之间的交流 可他们说的是外语 没人听了懂 于是 警方用扣音器播放录音 向围观的人群求助 有人辨识出 这是二八尼亚语 可当警方大费周折 终于找到一个能翻译的人 却发现劫匪给警方播放的是录音带 让弗雷则觉得更糟糕的是 劫匪故意要警方窃听 是在拖延时间 而劫匪的意图 警方却不得而知 银行内 公文将一些人质 在不同的房间里来回交换 然后把几名同伙相继混入其中 以便之后顺利排出嫌疑 而劫匪对金库内堆成山的钞票 视而不见 只打开392号保险柜 拿出一份文件 和数十个黑丝绒锦囊 这边 市长亲自出面 要求弗雷则 瓜瓜与朱迪配合 让朱迪能与劫匪进行交涉 不然 他就让弗雷则全铺盖滚蛋 强权之下 弗雷则只好照做 弗雷则再次打去银行 劫匪终于接了电话 可劫匪比他想象的还要冷静 劫匪让警方在实线内 把车子和飞机准备好 否则他就大开杀截 与此同时 劫匪在一间储藏室里 挖出一个可以通往下水道的大洞 但有两三个小时以后 才能全部完工 于是 欧文打给弗雷则 催促飞机什么时候到位 又提中央警方 往银行内再送些吃的 他知道警方的策略 是尽量拖延时间 欧文便利用这个机会 为自己创造足够的时间 之后 弗雷则让朱迪与欧文通了电话 朱迪表示 他想跟欧文谈比交易 但不方便在电话中讲 欧文得知 他不是替银行做事 也不是警察 便同意让他进入银行内谈判 朱迪开出的条件是 只要欧文现在出去投降 他保证欧文只做三四年的老 等出一盒 还能拿到两百万 这时 欧文给朱迪讲了一个故事 二战期间 有个没道德良知的投机分子 利用和纳粹的关系 剥夺无辜百姓的一切 为自己敛财 然后用这笔黑心钱 成立了银行 说着 欧文拿出一个文件带 他知道朱迪是为此物而来 但欧文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 他不需要朱迪的帮忙 而这份文件 也将成为他的护身符 如果有一天他被逮捕 朱迪和朱迪的雇主 则要全力帮助他 虽然朱迪开出的条件 杰斐没有答应 但双方也算达成共识 不会公开文件内容 事后 弗雷泽想知道 朱迪给杰斐谈了些什么 朱迪却会莫如深 首可如平 弗雷泽发现 杰斐一点也不起 变得算主动出击 他对杰斐谎称 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但他需要亲自看到 人质平安无事 弗雷泽便允许 独自进入银行 他参观完所有人之后 直接调明 欧文其实根本不想要飞机 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他给对方两个选择 要么现在跟他一起出去投降 要么等警方攻进来 火拼一场 欧文自信地表示 到时 他会大摇大摆走出银行的 而且 他知道 在没有死伤或威胁的情况下 警方是不能下令强攻的 弗雷泽发现 机飞计划正向软硬不吃 便趁机不备 抱着对方滚下了楼梯 在快要摘掉欧文的面罩之时 一名同伙听到动静提枪赶来 弗雷泽不得不松了手 但即使被如此惹怒 欧文依然没有开枪 于是 弗雷泽分析 劫匪并不会杀害人质 正说着 欧文却在警方的摄像机镜头前 枪杀了一名人质 弗雷泽愤怒地冲到银行大门前 质问劫匪到底想要什么 同时表示 他不会再被牵着鼻子走了 欧文发现 弗雷泽太聪明 不愿再跟他交谈 应急小组制定了几套进攻方案 但由于分不出 谁是人质 谁是劫匪 行动大幅度受限 最后 为了保证人质没有死伤 他们干脆决定 用橡胶子弹 把所有人全部打晕 之后再逐一排查出嫌疑人 此时 弗雷泽与最先发现 银行检案的巡警聊天时 对方的一句无心之言提醒了他 他随即拆开 劫匪让人质带出来的那个手提箱 果然发现了一个窃听器 弗雷泽急忙让队长停止进攻行动 因为劫匪窃听了他们 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可进攻行动已经开始 欧文知道警方叫公起来了 暗骂一声 立即使行B计划 他先是扔出烟雾弹 然后把所有人质放了出去 劫匪又混入其中 跑出了银行 警方控制住了所有人后 进入银行搜索 却没有发现嫌犯 更奇怪的是 劫匪并没有动银行里的一分钱 经查看 银行内也没有隧道 劫匪不会就这样凭空消失 唯一的可能就是 混入了人质当中 随后 警方找到了劫匪的枪 但发现只是 几把玩具枪而已 警方还找到了假的血带 原来 劫匪并没有真的杀死人质 接下来 弗雷泽和同事 仔细盘完了每个人质 并给每个人拍了照片 可根本没人能指认出劫匪 正当案子毫无进展之时 上司需要求弗雷泽解案 因为银行内没有东西失窃 也没有人员死伤 抢劫案根本没发生 也就没有必要再查了 弗雷泽觉得 此案疑云重重 他没有找到 与他交过手的那名劫匪 以及劫匪手上的那把 点三五七式手枪 弗雷泽查看 银行保险箱登记记录发现 392号保险箱并不在其中 他便去找法官开搜查令 朱迪文序 劝说他还是收手为好 弗雷泽却拿出了 那天市长威胁警告他的录音 有把柄在手 弗雷泽顺利升职位高级警探 这边 朱迪告诉银行董事长 劫匪处于自我保护 肯定不会公开秘密文件的 朱迪也直接说明 他从劫匪口中得知了 董事长在二战时期 与纳粹合作赚钱的事情 虽然银行方面说什么都没丢 但他相信 劫匪一定拿走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董事长终于说了实话 保险箱里 零米卡迪亚钻戒 钻戒本来属于一位 巴黎银行家夫人的 这是一个富有的法国犹太家族 战争爆发后 他们的财产被纳粹没收 全家被送到集中营 无一幸免 董事长和他们是朋友 本来可以帮忙的 但是纳粹党给的条件太好 于是他出卖良知 将朋友的财产据为己有 而欧文也的确是冲着 这批不易制裁来的 他拿走保险箱里的钻石 在银行的储藏室里藏了7天 他一直跟警方拖延时间 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 在储藏室掏出一个藏身用的小隔层 他们挖的通向下水道的洞 是给他方便用的 当欧文带着钻石准备离开时 在外经营的同货看到 弗利泽也来到了银行 得知这个消息 欧文依然不慌不忙 向大门走去 还专门撞了弗利泽一下 不过 弗利泽并没有多想 他带着搜查令 打开了392号保险箱 之间里面放着一枚卡迪亚钻戒 杰肥留的字条上写着 跟着钻戒走 其实 欧文原本的计划 是将这枚钻戒一起带走 但与弗利泽接触后 发现弗利泽是个正直的好警察 便临时改变出于留下的钻截 他相信弗利泽一定会 甚至这条线索一查到底 揭开董事长所犯下的罪行 当然 几个人大费周折 并不是为了做好事 那些个黑丝绒小袋子里 可都是钱 因为有文件贷的存在 银行董事长不会去追究 这些个人的财产损失 他们可以高枕无约地 享用这些钻石 弗利泽回到家里后 竟发现口袋里有颗碎钻 他会相信 在银行撞到他的那个人 又相信劫匪曾说过 当他准备好的时候 他就过大摇大摆 从大门走出去 弗利泽吃笑一声 恍然大悟 电影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就要记得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